20号的时候第一次发生的就是炸裂这个现象 哪里炸裂 就是这个煤气灶呀 煤气灶的哪个部位 就全都炸开了 这种就是玻璃面板 面板全都就是干化全都炸裂 然后呢 那个时候炸了还没掉下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 厨房里的煤气灶已经整个掉到下面的橱柜里 煤气灶上都是油污 连牌子都看不清楚 煤气灶上贴了一张美的的产品标识卡 上面著名故障现象是面板破裂 姚女士介绍 这张标识卡是9月20号当天 美的售后师傅上门来贴的 看人过来了 看了一下 然后就贴了这张东西 然后说要换面板 然后也没说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还是继续的烧饭 烧了两天到第三天 然后又开始炸裂 炸裂之后 然后我就跟他们联系 两次炸裂你都在做饭吗 都是我妈在做 没伤到人吧 人的话还好不是站在这个灶台这边 她是在洗菜 胖一下 然后我妈妈吓得来 这个人就贪倒在坐在地上了已经 姚女士介绍 煤气灶玻璃面板第二次裂了之后 整个掉了下来 厨房就成了这副样子 然后我再跟他们联系 我说我台面不要换了 你直接给我来换那个 煤气灶换一个嘛 好了 什么时候买的 一年时间都不到 姚女士说 家里有老人小孩 已经两三天没有做饭了 也不知道美的售后 什么时候来给自己更换煤气灶 除了换机之外 姚女士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说这几天家里点外卖的费用 也希望有美的方面承担 我现在按照快餐的费用的话 就是20块 算它20块钱 一顿一个人好了 你公里这个人 礼拜六礼拜天15个人 现在43个人 姚女士家的房子 离梦想小镇只有几百米 外观看着就像一栋漂亮的别墅 还带着一个大院子 里面停了好几辆车 都是奔驰宝马 姚女士说 自己家里是做生意的 不差钱 但她认为 美的应该为煤气灶的问题买单 之后 记者联系了美的公关部 截至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姚女士反馈 美的已经答应换煤气灶 并且按每人每天 100元餐费的标准赔偿 一共赔偿800元钱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2.5 cos 213 3 4 2 2 2 3 4 1 1 4